咳咳咳咳 你看 那个不是咱们公司现在的保安小熊吗 哎 还真是 他平时看着挺老实的 没想到是这种人 跟那个人配下来 对对对 终于见 走 大哥 太谢谢你了 我刚才吃糖的时候 不小心抢到喉咙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不用谢 你人没事就行 我呀还得站岗呢 我都先走了 经理经理你快看 没想到他有一个这样的人 帮我救过来 好嘞 经理你找我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经理 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为什么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做的好事 都上身上送了 不是了经理 你听我解释 我不用了解释了 公司的名誉 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受损 这是你的工资 拿上你的工资 滚蛋 对不起经理 给你添麻烦了 妈 我爸的医药费 我马上坐起来 你别担心 你好好照顾我爸 好嘞好嘞 好嘞 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美女 是你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不去站岗啊 我这么努力的工作 每天还要打三本工 晚上 还有熬夜加班 为什么我的努力 他们都看不见呢 为什么 现在我爸生病了 我连医药费 都凑不齐 是这样啊 大哥 这里说话也不太方便 不然 你跟我去办公室说吧 美女 您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每天风吹日晒的站岗 身上都是汗臭味 我怕熏到你 我就不去了 没事的大哥 你就跟我走吧 来坐 大哥 你的事情呢 我都已经调查过了 你是因为救我 才被误会的 你放心 我会帮你澄清的 秘书 进来一下 董事长 您找我啊 通知下去 明天我要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 澄清一件事情 哦 对了 带这位大哥去洗个澡 换身干净的衣服 去办吧 好的董董事长 大哥 你跟我来吧 大哥 你为什么每天这么努力的工作啊 我父母苦了一辈子了 我想努努力在城里买套房子 把他们都借过来 想想服 是这样啊大哥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明天来我公司报到吧 我会给你一份不错的袋雨 另外呢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你先拿着 就当是公司提前预付给你的工资了 真的吗 可是 我还没有上班 你就不怕 我拿着这钱跑了吗 给你啊 你就拿着吧 一个懂得孝顺的人 也一定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你的人品不会差 我相信你 你这钱 你你你哪里 你呢 你那钱 你就是用在里面 你那虽然 你那虽然 你又是解决的 你 Baptist